一个台湾两个世界 三成六偏向孩子放学变游童 大部分都是孩子下了课 都忙着去安亲班或才艺班 但儿童福利联盟发现 在资源匮乏的偏乡 三成六的孩子下课没人陪 无处去 只能在外游荡 形成另类的游童 今年小二的星星 从小与妈妈相依为命 但妈妈为了赚钱 必须到外地工作 只能把星星留给同村的亲戚阿婆照顾 从事资源回收的阿婆 经济也不好 只能勉强维持温饱 缺乏营养的星星身形又瘦又小 而阿婆也无法经常陪伴她 所以星星每天下课后 总一个人在村子里闲晃 玩耍 有时她会骑着三轮车 到已经没人住的旧家闲晃 摸摸留下的旧东西想着妈妈 有一回老师看到星星 穿着单薄的衣服 赤脚走在又湿又暗的市场里 是穿一条背心裙 里面都空的 而且那个是不适合她穿的衣服 然后我就说你怎么穿这样 她就说有穿就好了啊 后来儿蒙社工发现星星的状况后 主动提供营养品及学用品 还补助她参加学校的客服班与才艺班 喜欢画画的星星 现在每星期最期待的就是上绘画课 在老师陪伴下 星星的成绩进步很多 对自己也更有信心了 儿蒙表示 天香油童除了缺少家人陪伴 其中三成七的孩子曾发生意外 被霸凌甚至可能因此学坏 儿蒙提供偏乡学校补助 开办课后辅导及社团活动 让孩子下课有地方去 有人陪 透过资助学校 然后成立社团 让孩子在放学之后 他们有一个地方可以去 然后既安全 然后他们又可以学习一些新的才艺 新的能力 然后提升他们自己的自信心 期盼更多民众能出钱出力 帮助偏乡孩子快乐长大 东新闻台北报导 戴森温馨提示 今日天气转凉 戴森J-Focus喷射控流技术 快速均匀温暖全防 曼西伙议优优独播剧场——这四季卷